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BIKING 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山 今天我們來到洪嘉哲的媒體發表會 今天他們宣告了很多未來的計畫跟消息 同時也帶來四款新車 不過這四款車除了其中兩款 目前是確定販售有實際的規格 其他的另外兩款比較是概念 是預告在第三季才會推出的 各自是什麼車呢 我們接下來就一一來看 首先我們看最簡單的 AI3 Lite 這一款車它的特點就是 它主打74.4公分的超低座高 所以上市之後它確實成為很多女性朋友的 電動車首選 這一次它等於是把它修改一些規格 把它價錢再往下壓比 過去的版本低了5000塊 頭燈做了一點改變 從Class D變成Class C 鑰匙也改成用卡片啟動的方式 椅墊也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改 簡單來說就是小改款 然後配了一個新的配色價錢往下壓 所以如果你想看 女性用的比較輕巧的電動車的話 這台可以考慮看看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期待很久的 STR 250 的標準版 那這個直接講重點 它基本上是把過去一些大家喜歡的 或者說比較高貴的配備給拔掉了 比如說 封禁 比如說 Corsair 儀表 它做了一些改變之後 我們這邊列個表讓大家看 它把價錢給往下壓 便宜了4000塊 那這個做法其實我很疑惑是 如果你真的要做這種明顯的區隔的話 其實在一開始 250出來的時候就直接做就好 但當時也為了網路聲量 為了讓大家知道說 這台車是很猛的 所以他們出了一個特飾版 那現在 有個一好一壞的消息 好消息是它降價 拿掉這些配備以後 少了4000塊 但壞消息是 特飾版 現在除了庫存賣完之後 就不會再販售了 所以 如果你有在觀望STR250 你覺得之前那個 特飾版的規格很棒 你很喜歡 趕快出手趕快去買 因為 庫存賣完了就不會再有了 那接下來的標準版就長這樣 那我必須要說 沒有風景是一回事 但這個真的可以再考慮修改一下 這樣看起來有點像是忘記裝 但因為這台車其實本身 它的便利性驚人性是夠的 所以如果 不管是標準版還特飾版 你喜歡STR250的話 這個最近可以去店裡看看 然後就是 在發表之後呢 大家 給予高度關注的Breda X 那這款車其實從外型上看 它就是一個 多功能車概念取向的車 但我們要很直接的直指一個問題點就是 它看起來實在太致敬Honda的ADB350了 包含這個頭部 包含這個 可變的 風景設計 這個用起來沒有很順手 但是 這些東西你可以看到 很多ADB的影子在 但回到現實面確實 這樣的車型 我們先不要管 你致敬誰 你跟著誰的腳步走 這種比較風格取向 但是你又可以滿足一般市區機能性的車款 現在是有它的市場在的 那大家另外一個疑問就是說 這個車之前中國車廠龍家有出 那這個 之間的關係到底怎麼樣 今天我們也問了一下 那目前官方的說法就是 這一款車它原型其實基本上 是來自於義大利的品牌 Kale它的設計圖 然後它是唯由 中國的龍家代工 那同時也授權龍家可以在中國做販售 所以目前市場上你可以看到有龍家版本 就是中國販售版本 以及 Kale的國際版 那龍家城這邊取得的是 Kale的授權 所以是用國際版 再進到台灣來去做一些修正 因為其實包含了車輛的檢驗 包含品質部分 包含一些細節上的要求 其實如果直接用所謂的國際版 或是中國版本的話 不見得能直接通過 所以有很多零件之後 他們會自己去 重新的去生產去製造 所以這一款車預計 目前是在第三季的時候 才會問世 那主要就是有一些 設計啦 有些製造會重新的去製作 那這個大家可以期待看看 那就目前今天所看到的車 因為這一台是所謂的國際版 所以 有一些東西都還沒辦法確認 所以我想 如果大家對它有興趣 有些想法的話 可以留言 因為 單看硬體規格還不錯啦 一樣有35mm的倒叉 不過它是單三角的台 所以這一款車 我覺得就造型上 就話題上是有的 但實際表現我們就等它 正式乘車之後 再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最後就是今天的另外一個重點 看起來超級帥的全新電動車 好 那最後呢 就是全新的電動車EVC1 其實這一款車 如果你有長期關注電動車一體 我可能會覺得有點眼熟 因為之前 可能就有人看過 韓國有推出這台車了 這個也是洪嘉騰跟韓國的公司 直接合作 來推出的全新電動車款 它的特色就是在於 目前市面上所有電動車 不分品牌 基本上要嘛遠遠的 要嘛尖尖的 就是比較傳統式的速克達 但是這一台EVC1 它很明顯就只有跑旅風格 比較戰鬥風格 所以這個設定 跟目前市面上所有我們看到 尤其是使用PPGN系統的車 是完全不一樣 那它也是使用PPGN系統 有兩個主要特點 第一 它有龍骨的設計 所以看得出來還是比較追求運動性的 第二就是我們往後來看 它這個椅墊是做分離式的 所以當我今天把坐墊打開 要使用車項的時候 我後面這邊是可以保持不動的 所以除了是像這樣子安裝椅墊 你可以乘坐之外 它也可以當作貨架使用 那這就很有趣 因為如果你今天有龍骨 你是追求運動型的車款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設計 那這個如果有稍微了解一下 你知道 因為韓國大部分的機車 除了我們講的重機騎士 你是玩車人之外 大部分人在路上看到的 尤其是蘇克塔形式 可能就是送貨的 是商業用途的 所以這一款車它原則上 在開發的時候 它使用PPGN系統 鬆電池的系統 但是它所追求的 是你在送貨的時候 有更好的機動性 但是因為外型上很帥 而且有這個龍骨設計 其實我不太確定它這個是真龍骨 還是說只是一個龍骨look 這等到到時候車輛 更詳細規格發表之後 我們再來好好探討 但它到底是走一個 運動跑旅風格 還是機能商用路線呢 這個就等它們的第三季 正式發表之後 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不過我這邊附帶一提 根據之前查到的資料 它應該使用的馬達 也是不會超越現在7.6千瓦的設定 所以你說它如果是追求 因為車型看起來比較大 真的追求動力性能嗎 不確定 這個就等第三季 正式做發表之後 來跟大家分享 那以上就是今天現場 四台車的簡略的資訊 那我覺得 尤其是STR250標準版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在期待 但是它拿掉的配備 對應到它減去的價格 這樣子的改變 是不是大家真的能夠接受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言討論一下 當然你就車場立場來講 很簡單 我今天有STR300 我當然希望跟250 有更明顯的區隔 所以這樣做 但實際如何 大家滿不滿意 歡迎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帶來的影片 我是小三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